在贵阳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期视频跟大家讲一讲在贵阳旅居生活 花销到底是如何 还有在这里生活环境又是怎样 以及我想吐槽的一些话题 先跟大家说一点 这个时间段我是不推荐大家来到贵州的 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贵州还是有些小冷 其实大家看到我的穿着就能看出来 每天的日常穿着就是比较厚的羽绒服 而贵州最佳的旅游时间呢 就是暑期 七月份到九月份 如果想要来到贵阳生活避暑的话 要花多少钱 贵阳这里的物价水平 对于它的临省广西和云南相对比来说 的确是要贵出一些 基本上在外面吃一顿饭的话 人均都要七八十左右 而这里的主要饮食习惯都是吃辣 像我身为一个北方人 在这里吃饮食上还是有些不习惯 这么多的省份走下来 贵阳的整体物价水平还是属于中上游 就是有点小贵 关于住房的问题呢 贵阳呢 毕竟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属于贵州省的省会 所以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大量的空置房源 但是贵阳的整体房价并不算很贵 我上周去恒大文旅城 人就很少 房价呢 也都便宜的很 租房一个月只需一千块 而且有很多那种公寓出租 很方便 买房的话 贵阳就更便宜了 像我去的那个文旅城 买房只需五千块 哪怕是市区里 可能过万的房间都很少 通勤呢 贵阳是地铁 公交 四通八达 去哪里都很方便 贵阳城区内呢 我觉得就能不开车 就尽量不开车了 因为贵阳车是真的多 以我的生活标准来讲 在贵阳一个月三千左右 就可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 而接下来 我就是要吐槽了 我在贵阳最受不了的几点 第一点 就是贵阳的阳光是真的贵 我来到贵阳这一个月的时间 见阳光的次数 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 整体三十年的时间 我只见了四天阳光 大家都知道 这个阳光到底有多贵了吧 不见阳光还好 如果不见阳光 再加上阴雨绵绵 那真的难受得很 第二点 就是贵阳的交通 车是真的多 而且停车位 还巨麻烦 收费也都不便宜 像我在北海的时候 停车几乎都不要钱 突然间来到贵阳 还有些不适应 一些大型的商场 可能要八九块一个小时 便宜的最少也要四五块 可能停一个上午的时间 都要四五十块 像我这种 在无人度假区住惯了的人来说 这个价钱 可能都够我停一个月的车了 这些就是我来到贵阳的花销 以及我想吐槽的一些点 就是我来到贵阳的花销 我来到贵阳的花销 再次回到贵阳的花销